哈 我等一下要講也會講怪 CRA 什麼講就是 給我的日子 我 就搞定期 歇歇 擁有最魔性笑聲的創作才子 維里安 來到娜娜大歌廳啦 本集將讓你看見最無奈 最叛逆 最快樂的維里安 一開場維里安人很好 就在錄影前答應了娜娜 要共同演出一段 这个世界想把你们都抓到我的战心里面 谁来救救我啊 我听到有人在求救的声音 我要讲一些正义的废话 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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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了吗 我不怕 废话 废话 我听我 你就没错 听我 你为我 你若可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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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厉害喔 这位战士 请问你是谁啊 我是维迪安 你好 你的歌声完全打败了我的黑爱属你 哇 他是不是有了 因为我的黑爱属你 既然维迪安的招式叫做听我的 那我就带来这首 看我的 这个 我相信不配持人手 我应该管得 直接可以打败你 这个段 现在开始看我的 现在开始看我的 前提好会怎么做 不管想做想你的 我会是我的手 哈哈 黑爱属米现在已经进化了 我在看两次不行 他现在变成一个很和善一只猫 所以呢 既然我們都變成貓了 你是不是很想要一個貓貓貓呢 那我有首歌叫貓咪共和國 也太扯了 不如我們就來唱唱就好了 威里安 謝謝大家 歡迎威里安 娜娜好久不見 嗨大家好我是威里安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很追威里安很勤的人 你就會發現我們兩個曾經有合體過 對或是追娜娜很勤的人 也會知道我們兩個有合體過 因為相對這個人少了一些 會不會多了一點 喔你確定嗎 我的本事也是不少的 大概有三位 什麼 我有看到你的視頻 喔對 你那天有來 那個視聽會真的不得了耶 因為你親眼目睹我痛哭 但是因為不只是你哭耶 現在我們眼前那位攝影師呢 他哭到就是領子的部分全失 是為什麼 是因為看到我哭嗎 還是聽歌聽到 等一下再問他 我其實是你唱太難聽 我亂講 怎麼可能太難聽 哭我現在立刻哭給你看 歡迎沙巴掌 但是因為這張是 第五張的創作專輯 可以謝謝大家 我們介紹一下這張專輯嗎 嘿 對 我的新專輯 Sounds of My Life 已經發行了實體跟數位都已經發行 然後這張專輯圍繞著一個概念 就是聲音的相本 就是我生命當中所有的聲音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學這些的 包括我的歌迷 所有的聲音我都有記錄下來 然後放在所有的歌曲裡面 所以是一個很像紀錄片一樣的一張專輯 我們就來一行看PDT的疑問 好害怕喔 我看PDT上面的人真的是 滿有自我意識的喔 我好像都還停留在我的 就是舒適圈 就是歌迷的圈子裡面去看大家的 比較好看啊 對 就比較 嗯 比較舒服 我每次看我都錄 我去錄中英節目下面留言 我會覺得好難看喔 那些留言 但自己頻道下面都蠻好看的 中英節目下面的留言 別再罵人了吧 你以為我們看不到啊 藝人都看不到 按讚 基本上是說 不過最驚艷的是 記得回來這首歌 唱得很說服我 有一種維里安融合 李宗盛 李宗盛的經典歌曲的感覺 第二次副歌的時候 雞皮疙瘩 很驚訝 謝謝大家 這張專輯的曲風我好喜歡 張張你聽起來非常舒服 聲音取樣比想像中的不突兀 謝謝 謝謝 PDT的人他要誇獎 還不好好誇獎 他說不突兀 對 很囉 很囉 不突兀 但他講得很好 原本一開始在做的時候真的很怕說 很打擾大家聽覺 但是後來就覺得說 這是我的聲音相本嗎 我管你的 對 就是要自由自在 整張很順 不煽情 但會讓人心疼 像是 失去後 想要緬懷些什麼的感覺 有一點 我記得有人 feedback 跟我說 這張專輯聽起來很像 人生 比如說最後一首歌 I wrote a song for you 我自己覺得其實應該是一個 很歡樂的 歡快的就是 celebrate life 好多人聽到這首歌 也是哭 我印象養神科 我們就是唱片公司 有一個同事 就是小象姐 我聽同事說 他聽I wrote a song for you 聽到落淚 然後我想說 天哪 是因為歌感動人吧 不是因為工作很辛苦 因為唱得太難聽 你要講幾句 一定要亂講 到底哪裡 我亂唱大家亂聽 現場 你該不會再生氣吧 沒有沒有 我就爛 因為現場阿超也是最喜歡這首歌 真的嗎 Yeah 謝謝阿超 阿超有要說一點什麼話嗎 因為阿超本身也是很知名的音樂人 他剛剛我們 控音喔 我好嗎 良靖盧的 然後又有人在稱讚 記得回來好詐 莫名的好想噴淚 謝謝謝謝 記得回來很好哭 也很喜歡crazy it 安排 終於有機會聽到一些幕後音樂人的聲音了 因為我記得鼓手 我不確定他所有講話的正確是 Q夢老師 他就講說 歌詞是骨幹 曲是肉 他講得很 他喜歡很多 歌詞是什麼然後曲是肉 詞是骨幹 曲是肉 鼓是心跳 歌手是靈魂 但是我聽完 我後來仔細想想說 他只有講鼓耶 那吉他手跟keyboard手 他就吵不起他嗎 都是做白宮嗎 對啊 好糟糕 Q夢老師母湯母湯 我想他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可能要這樣也會講 不然你這樣又到前面 也是啦 也是 有沒有什麼話想對PTT 剛剛喜歡正當音樂的人說是什麼話 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PTT 我跟PTT也有某一種情感連結 因為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用 就算有些人有一些建議 或者是覺得不喜歡 或者是沒有 比較沒有在跟這張專輯有同一個頻率 我覺得也OK 可是大家給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 反正我就還有機會可以進步 薇里安新專輯Sounds of my life 將音樂融合了從小到大的聲音紀錄 可以聽到高中老師的聲音 小薇里安自我介紹的聲音 也將鑰匙以及開關門聲 融入了節拍當中 不過卻有觀眾反應 沒有你的世界這首歌的取樣聲音 令人感到害怕 究竟是為什麼呢 沒有你的世界這首歌 沒有你的世界這首歌 比較沉重一點 因為就是在講我的外公跟外婆 就是離開的一些感覺 還有錄其實那個時候送經那些的聲音 就是南蒙南蒙的那種畢竟 對想說把那個聲音放進來 當然在做的時候本來有想說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很可怕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在藝術的呈現上面就是 我把它做到極致 然後它可以傳達出我想要表達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也是一種創意 我沒有太去忌諱什麼 因為我覺得做這個嘗試是很大膽的 因為我的確也收到這樣的私訊說 我有點害怕這首歌 就是真的有人也有跟我說 可以跳過可以跳過 這樣才是勇敢的去玩音樂的一個展現 對啊 其實我從娜娜身上也學到了很多事情 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真的啊真的啊 因為我們之前合作的時候我正在做嘛 然後跟娜娜合作就覺得說 她其實很勇敢的在挑戰很多的規則 啊太誇張了 像我剛剛錄那個曲一樣 都來挑戰我的規則 那你剛剛有一度想說 嗯 取笑的通告好了 哈哈哈哈 是當然沒有當然沒有 我怕我剛剛演太爛 這一張專輯的曲樣聲音 有一段我聽了覺得有點雞皮疙瘩 會想說你怎麼沒有被告 就是他透露朋友 在講失戀的故事 你的朋友之後就採取法力途徑嗎 沒有啦 我當然還是最後一直問他一直問他 因為我有幫他調整他的聲音 因為我不希望 大家聽出來他是誰那樣子 但是我又覺得那個故事很 很真實 因為我就是要想要做紀錄片那樣子 但我後來還是有看到有那個 有網友留言說 有沒有那個前面沒有講話的版本 我覺得好吵 或是就是雜音感很重 然後我心裡想說 不想聽不要聽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我就跟他說 有啦你有 請包容我的任性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他才有一個完整的靈魂 我跟你講觀眾朋友真的有時候講一些 好像沒有什麼話真的會惹毛我 哈哈哈哈 對啊你EQ超高的耶 我真的是很容易把網友的東西截圖 然後出來 走心了嗎走心了 我不會走心 但我要知道我看到了 而且請你不用再講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也很OK 還是可以幫我自己的隱姿耶 你知道這句話已經變成熱心了嗎 你知道我心裡是 我心裡是 我心裡是 怎麼我總是躲不過這場雨 你一句就把我送進了雨季 這條路我只想一直走下去 沒盡頭也是種永恆的約定 就讓我一直走一直錯一直走 只要你不開口就不需要回頭 就能一直擁有這樣的你和我 所以你不用告訴我 它算什麼 這場夢太脆弱 竟不及被說破 所以你不用告訴我 因為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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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近的變形線永遠不會交錯 讓我 卑微地 享受 嚴苛地 嚴苛地 永久 這場夢太脆弱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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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告訴我 我拿麥克風 你笑聲也是滿淒厲的 我可以容許你把我的笑聲拿去當罐頭笑聲 很好聽啊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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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他在那邊 他很乾淨 因為他在那邊聽到很清楚 我看到已經臉在高潮 我都不覺得 什麼 哈哈哈哈 你也太噁了嗎 羞羞蛋集咧 羞羞蛋集咧 不過呢接下來我們要來一點有趣的東西 你算是我覺得全台灣裡面第二會創作的人 喔呦 因為第一 就是我 乾拜下風乾拜下風 我亂講的啦 一定的一定 我想我不要補充這句話 觀眾也知道我是亂講 因為我本人一直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 因為以前早期 像苗可麗啊 胡英軍他們都會在 相處居上罵人 罵得很順利 然後我就會想說 欸這樣的劇有沒有可能呈現在音樂劇上面 一定票房也會蠻好的 所以以後我可能會製作一個 類似這種相處劇的音樂劇 歡迎苗可麗一個紅銀劇 歡迎你來演出 喔好酷喔 其實蠻可以的欸 好像很有趣欸 很想看 好想看 算可以罵成一個旋律的話 對對對 我立刻可以想到比如說 歌劇或是那種 有沒有夜後是那個 哈哈哈哈 然後那個通通換成就是罵人的話 對啊 很有相處劇的感覺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段 胡英軍罵你的影片 跟觀眾一起看 好好看喔 好好看 所以 不管你什麼用家犯 王犯 會這是說什麼反正一代 不然我沒看到 老犯丁啦 你如果太聰明了 我已經給你死死婦婦 那如果沒有 跟你總共十八代的事情 都押押出來 到時候就不是 脫掉了 你要幹掉了嗎 你 你嘛 你 你 騎到講不出來 他被騎到講不出來 我現在從看有一種 他HP變成0的感覺 就一直 co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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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安與娜娜的創作交流時間 兩人分別用經典鄉土劇 台灣龍捲風裡 林安娜罵人的台詞 融入創作的音樂 接下來 就來好好欣賞 由創作材質 以及創作瘋子 所帶來的台灣龍捲風 樂劇樂劇 無關你 是感官 恩娜 還是感官 世紀大 我都哭我 沒辦法 老安爺 你若是高聰明 就我緊急 是是 那個時候 對 不是老闆那樣很簡單 那個時候 不是老闆那樣很簡單 那個時候 對 不是老闆那樣很簡單 快點 鄉土比賽 掌聲鼓勵你表演 你怎麼講話這樣子 這樣再去死啊 你這樣可以嗎 偶像鼓勵都可以嗎 入戲啦 入戲 我覺得很厲害 現在要換我表演囉 我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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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現在 我 看你 要對我 愛 加油 CALL MY NAME BANG QUEEN DIJAKA BAI HIGH 好了就大概四個意思 喔好長欸 我還有歌詞欸 我還沒繼續下去 你知道我大概就是要呈現一種他們兩個在吵架 我剛剛一人飾演了三個角色這樣子 我好像有看到那個你說的那個什麼鄉土音樂劇的感覺出來 對 我希望它可以正式的被發展成一個就是巡迴演出這樣子 超厲害 蠻噁心的 我覺得今天有個很重要的角色是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是很多相像的部分 譬如我們可以進展 然後我們又是音樂人 沒錯 好奇怪 沒禮貌 他們覺得你配不上音樂人這個身份 對啊 對啊 我們兩個很相像是因為我們其實都是76年次的 喔真的嗎 我們是同年次 而且我們從小就有一模一樣的夢想 你感覺比我小啊 看起來 比我年輕啦 比我年輕 我想說我的其實沒有很小 蛤 我說年紀的部分 然後呢 那是因為今天我們兩個還有一個夢想 是一模一樣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當漫畫家 喔對 對 你也是 我小時候超想當漫畫家 我就強迫我的朋友看我的漫畫對不對 你有被強迫過嗎 有 他是我國小朋友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有做出一模一樣的舉動 你說就是在學校做漫畫 自己的漫畫給別人 一個四十塊 喔對 你居然知道這事情 那你有成功嗎 你有成功出出去 我成功出出去一次 然後就被老師抓到 蛤 然後老師就說 欸 那個這樣不太好 就是我錢要還人家 然後漫畫被充公 就捐出來放在那個 放在那個 班上的圖書櫃給大家 大家有愛看嗎 好像還好 因為我的朋友是蠻不想看的 比如說你不要再這樣看好不好 我很好奇小時候都看什麼樣的漫畫卡通 七龍珠啊 灌籃高手 你有看過一個叫奧運高手的嗎 奧運高手 沒有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趙金子 本來就不一樣 因為我昨天趙金子 我以為我是徐洛軒 我很多角色 你 你跳傻 前幾天才跟我朋友聊到這個 好像唯一會講的話是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覺得以前的我 包括現在的我 偶爾還是會 比如說碰到人生的道路選擇的時候 還是會怕說 我會不會選了這個 我會不會選錯 但是我覺得會回頭 想要跟以前的我說 就不用害怕 因為沒有一個選擇是錯的 都是對的 你覺得是錯的道路 那些難關或是難題 都是讓你成長的養分 我覺得其實他的 很多正段話的想法 其實透露在專輯中的一首歌 如果我足夠幸運 我已混過三分之一的聲音 輕易蹉跎的光影 毫不留情的留下他的痕跡 在我心裡 在我身體 留下他最公平的提醒 被強迫累積回憶 也不是我願不願意的問題 是好的壞的壞 是好的壞的壞氣 搶著在我腦海佔有一席之地 被算計 被懷疑 被懷疑 夜深人靜陪著我清醒 我還沒想通 怎麼轉眼就輪到我 請獨自承受 這世界的冷漠 內心的野獸 我追逐時間到頭發現 現實時間追著我 請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 好好過 但我還沒活過 怎麼知道怎麼活 謝謝 謝謝 你超過四 三十歲的朋友 我還在太多 金鐘五三的時候 現場太精采了 請問現場開唱前 有沒有什麼小習慣 開唱前 有耶還真的有 除了說會開嗓之外 你說這些 我有一套routine 深呼吸然後 手捏緊放鬆 像這樣 收緊再放鬆 就是這個儀式讓我覺得說 好我上台我有安全感 我不會害怕台下的觀眾 但是我就是充滿了 充滿了能量那樣子 從頭破音到尾 或者不小心弄第三點 二選一 一定要發聲的話 露三點 那破音到尾好了 還可以跟大家解釋說 我今天有點感冒 露三點我要怎麼跟大家解釋 可能很驕傲 第三點很 很HUGE的話 也還不錯 就堪用 OK 為你愛會不會唱女孩 還是會這種商業歌單的時候 就唱到很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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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反而這兩首歌不太會 哪一首會喔我想一下 有些大家 算 我真的要認真回答嗎 我懂你的意思啊 其實還是會有的 但觀眾你自己的問題 沒有問到那一首就不用回答 好 你怕我回答太長對不對 我看你很為難 不好意思說回答出來 回去很懊惱啊 你知道那意思嗎 也是也是 謝謝 好 歌喉戰時最喜歡哪位老師 好久以前唯一 最喜歡哪位老師 黃書俊 我知道書俊老師 小松小博老師 哇好難選喔 但我想要選A秘傑 李明依 因為後來工作 三位老師我就比較 幾乎沒有怎麼碰到了 後來還是有上A秘傑的 廣播節目啊那種 就會有一種很很親切的感覺 這是一個網紅喔 他叫居蛋布丁 他想問的是 記得回來這首歌 BRIDGE是我聽過最揪心最厲害的 想聽寫這段的過程 以及 新專輯是不是終於可以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感覺超進化的 超放飛的 放飛自我 沒有其他的民眾說 不落入書號 民眾說 我真的是民眾 上面是一個網紅這樣子 好先回答 記得回來的那一段BRIDGE 想知道寫這段的心情 其實就是很 很直接很真情流露的啊 我很喜歡那種歌詞很簡單 但是那種概念 你一聽就會覺得 呃 好可怕 比如說像聯名帶新這種 比如說再碰到你就是聯名帶新 這種 就是那個 idea 你一細想會覺得說 呃 被打到 但聯名帶新有一句話 我一直覺得想說 什麼意思耶 什麼 多少人愛我 偏方不下你 多少人愛我 嘴唱起來不軟嗎 你知道 你知道的意思嗎 多少人愛我 偏方不下你 這句話真的是 也是蠻教重的 這張專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音樂 放飛之後 確實啦 做這張專輯的時候有一點就是任性 因為我覺得說是聲音的相本 我一直覺得這張專輯對我來講很重要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張專輯是為了我自己寫 而是我要為了我身邊這些很重要的人寫 我的家人 我的當然我的外婆 我的朋友這些的 所以我想要把這張專輯做得很好 我常常跟我同事形容說 這張專輯我可以為了他粉身碎骨 如果可以時空穿越香 把新專輯哪一首歌獻給十年前的自己 哇 十年前的自己 我現在想要兩首歌 可能兒立跟 I Wrote A Song For You 兒立的話 但當然我怕十年前的我 聽完以後會覺得很恐怖 就是 哇 原來三十歲會經歷這麼多事 那另外一首 I Wrote A Song For You 就是一個比較溫暖的歌 讓十年前的自己知道說 自己不是孤軍奮戰 因為我發現我好像很容易 很容易很多事情就是覺得說 不要麻煩別人 我自己來完成就好了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都很願意伸出援手 很無私的奉獻他們的時間 時間這麼寶貴 我自己覺得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愛 很好 我沒有辦法來總結 一月時間太長了 李安眼前如果現在站了一個 充滿迷惘奴戀的年輕人 你會想要 你知道他沒有籌碼過他的人生 生活不穩定 你會想對他說什麼 加油 可以嗎 不是嗎 太簡短 關關小文 等一下他自己問 關小文問你 你覺得關小文唱歌好聽嗎 我覺得我再過幾天就會發現了 因為我也要去跟他錄 我覺得真誠的人 都是好聽的 只要發自內心 沒有 我跟你講好聽就好聽 真誠的人不一定會唱歌 等一下 唯李安跟你鳥鳥天的單元請問 會請到大師嗎 其實我剛剛在這邊就覺得說想找你 或是找阿超啊 就來上馬聊音樂 還是你們兩個一起上 都可以 李安可以來一段唱跳嗎 大英雄家會壞美的 因為你之前有唱舞娘 喔對我好久以前唱過舞娘 有人問你舞娘練好了嗎 因為那天並沒有真的認真 跳完舞娘的舞 對當然沒有認真練 看玩笑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的類型演出嗎 再更舞蹈一點點的 我覺得會 考慮啦 大演唱會 就是這種東西就是要 稀少才珍貴 最後我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正在想說 這張專輯你要先聽什麼歌的話 我給你一些idea 來 如果你開始步入社會 想尋求一些人生價值與方向的時候 就聽耳力 如果你正面臨離別 心情惆悵 想來杯酒自己微醺 那你就在深夜裡聽這樣好嗎 如果你有種不明的失重感 反覆的想要覺得生命中 好像誰被抽走了 那你就聽記得回來 如果你開始感到知足感恩 常常覺得有大家真好 那就聽 I wrote a song for you 如果你想感受完整的微禮愛 新的微禮愛 給你一些人生體驗 那就從第一首聽到最後一首吧 好厲害喔 謝謝娜娜 謝謝大家 真的很好聽 謝謝 掰掰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娜娜錄影片 然後來之前有點小緊張 因為 因為我怕我表現不好 因為她車速有點快 但是來之後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很少有通告可以 這麼樣子的細細鬧鬧 而且又唱歌 而且娜娜其實也準備了很多很多的功課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所以很期待下次可以再回來再錄 Yeah 威里安快回來 你的笑聲真的讓我剪片時一點都不無聊 這次的通告也許荒謬至極 但我們也同時擁有了非常多美麗的回憶 除了你的笑聲 還有你面對人生的態度 我們也許會遇到不如意不舒服的事 但我們都願意相信 這些都是滋潤我們人生的養分 來吧 未來不逃避不懷疑 You wrote a song for me 你用你的神秘 為我們不去 I wrote a song for you